同學啊 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個第二個考試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 你大概花費多少心血下去 大概就是沒有在考你的時候 多充你 多不充你 因為我能夠出題的這個範圍其實非常有限 等一下我 所以我上次才跟大家有感而發的說 奇怪 這個第二個考試可能上個禮拜二所講的東西 大概就會佔三題左右 這其實不是太平衡啦 所以 不過這情形就是故事 所以上個禮拜二跟今天所講的東西 大概就會佔整個題目 大概語氣裡面的三題 不過就是這樣 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 那題型又沒有太多的變化 所以你如果上禮拜二有來 今天有又有人來 然後回家都仔細的把老師講的東西有看懂的話 你就有60分的起跳 再加上一題能量 再加上你轉動 轉動大概大家比較不熟 考題 我應該說概念不是那麼不熟 考題大家會不熟 我禮拜五的時候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剛剛才來的同學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次的考試投資報酬率很高 因為我能夠變化的提醒並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只要你花一個下午的精神 真的 真的只要花一個下午的精神 你能把禮拜二還有今天這個課程把它搞懂的話 那我相信你的這個考試題目就會非常不高 真的 不是太公平 但是呢 其實就是如此 好 可以嗎 那禮拜五的時候我會再針對那個考試的題目 再多說一言 所以禮拜五大概是一個大概一種 我又後悔是一個問題 你又拿出來 你頭太大了啦 你也聽懂 OK 好 Anyway 分析了以後就抓不回來了 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呢 氣體 那今天主要是要介紹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今天還是很重要 一個是絕熱 絕熱過程的一個概念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絕熱根本就完全沒有學會 沒有學懂 可是沒想到絕熱這個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原因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做一個絕熱過程 上禮拜 應該還是上上禮拜 跟大家介紹溫度的時候 曾經跟大家說過沒有什麼太多聲音 沒有跟大家曾經稍微說過 我們的這個宇宙是在擴張之中 我們這裡都在擴張之中就表示說 這個溫度會越來越下降 可是為什麼溫度會越來越下降呢 其實說明白一點應該是說 它是一個絕熱過程 OK 好 所以呢 那更何況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頭 有非常非常多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都是絕熱過程 因為這個溫度不夠的那個跟關鍵 倒不是真的把他絕熱的 而是說因為在這個交互作用的過程之中 事情發生的太快 你看來不及反應 就已經事情發生了 所以他根本來不及做熱量的交換 來不及做熱量的交換 所以應該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事實上它就會變成是一個絕熱過程 所以今天第一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所謂的這個絕熱過程 當然以絕熱過程來當成一個例子 再重新複習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所說的這個 這個氣體的熱物理學的討論的這個方法 特別是理想氣體 好 OK 那個剛剛才進來的同學有很多 所以再說一次 這一次的這個考試呢 是非常非常的CP值高的 所以大家現在都搶救CP值 所以CP值非常高 因為我上個禮拜二已經提醒過大家 非常不幸的是 這個整個禮拜二跟禮拜五 上禮拜二跟這禮拜五所講的東西 大概都會占到三題 五題裡面的三題 那就60分啦 OK 不勝公平我說了 但是就是如此 OK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花一個下午的時間 把禮拜二跟禮拜五 不是禮拜五 禮拜二跟今天 那些所講的東西呢 不管是你上直播 都換幾個贊禮期 那就是說直播看 其實看投影片就夠了 聽我講的有點多 就囉嗦了 你也知道 當然你看投影片 只要這兩個小時的這個課程 你有把它看懂 你大概就那三題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提醒剛說過 提醒我能做的變化真的是不多 因為只要稍微變化 它就變成是二年級的這個範圍了 像對大家來講說太過摧殘了 太過恐怖 太過人酷了 所以我能做的這個變化很少 所以因此你的CP值就很高 現在應該講多次了 應該當我的意思 好 但是你如果花一個下午的時間的話 相信我你絕對不會 因為你這個東西以前沒有教過 你以為說高中我也教過熱啊 對不對 我高中考的熱學好像考得很好 錯 因為大學熱學 最重要就是有功的問題 因為在高中很少告訴你怎麼做功 雖然說冠儀一直說他也聽過 但是也許啦 但是並不是說 並沒有真正的算過 所以我幫你這個功在PVC上面怎麼樣運算 等於這些事情 好 所以再一次很快的給大家看 應該不要 還是可以很快的看一次 所以很快的給大家看一下 最重要一個差別就是從這個功的計算開始 所以在這個氣體的熱物理學 它跟固體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可以做功 它有兩個熱作標 因此它可以做功 而這個功的計算非常非常簡單 它其實呢 我不要重新唸一次 它就是這個壓力的函數對體積的積分 那你心理中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它其實是有一個幾何意義的 它的幾何意義就是在PVC上面 你如果把這個壓力對體積來做低的話 那麼它這個過程 一個過程 它底下所包圍的面積就算了到底 所以這一頁就可能可以讓你得到20分 好 因為這個概念其實非常非常的簡單 它以前沒有真正好好的算過 所以這個很有用 所以這告訴你 如果一個氣體的話 你怎麼這樣子來算 它對外界所做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好 這保證好 保證好 那同樣的這個概念其實不是只有 你想說 喔 老師說這個CP值很高 可是我一輩子可能都沒有機會再噴到氣體了嘛 對不對 雖然我們每天都在呼吸 但是什麼時候我會再用氣體來做實驗呢 我又不是化學家 我又不想當化學家 我恨死化學人 所以我為什麼要再搞氣體 好 如果你有這樣的懷疑的話 那我可以告訴你 你所學到的東西不是只有適用於氣體 氣體呢 因為它很簡單 而且它是第一個你所碰到的 兩個以上熱坐標的這個物理系統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在物理裡頭 應該說在這個自然界 而且有非常非常多是兩個熱坐標的物理系統 然後這個是從20年級 以前的20年級的這個熱力學 現在已經不太用這個教科書了 他就叫Zimansky 我們這本教科書就是Zimansky寫的 這是他寫的服務 後來很多人在網紅上面一直加 加到最後你現在已經找不到Zimansky的名字 所以Zimansky是比較老一輩的 非常非常非常會寫教科書的一個物理學家 他有一本熱力學書出到第七版 我看的時候是第二版 現在已經出到第七版 不過anyway 這是從裡面而 copy下來了 他這本書就告訴你說呢 除了氣體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熱物理系統 都可以用非常非常類似的方法來討論 OK 他舉出了幾個例子 我很快的看過去 因為我們不會考 但是很快的給大家聽聽一下 第一個 彈簧 彈簧 從來就說彈簧很簡單 那個五個定律 對不對 你沒有想到的是彈簧事實上也可以有溫度 而且很多時候他的這個K 或者是他的行為跟溫度很有關係 當然啦 在室溫底下 或者是在我們考的考題裡頭 大概差別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在比較極端的情況之下 有在很冷很熱的這個情況之下 溫度變換很高的時候 你溫度當然是得考慮進去 OK 因為這根彈簧是跟外界會有熱量的交換 當他有熱量交換的時候 跟他的弓一樣大的時候 這事情就麻煩了 OK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你在描述這個彈簧的時候 他的力跟他的長度就不是再是F等於-Kx這麼簡單 OK 因為溫度就必須要考慮進來 Turns out 他的這個彈力跟他的長度 就是兩個熱坐標 就是兩個熱坐標 OK 那如果你有彈力 有熱坐 把他的這個力 我怕把叫做F 跟他的這個長度L 當成熱坐標的話 他的弓一樣可以用非常非常簡單的形式來寫 當然 一個彈簧做的控制多少 當然就是B乘上那個長度的變化 你寫Delta L 那一般我們喜歡寫DL 所以F乘上DL 不是如此嗎 OK 好 同樣的道理 另外一個表面張力 表面張力跟剛剛的彈簧系統非常非常的類似 那表面張力的最大的特點 我不仔細跟大家說這個過程 你如果去查表面張力最重要的特性 我們叫表面張力 叫表面張力 事實上他的這個張力 事實上是一個能量 單位面積的能量 單位面積的能量 OK 他把它叫做Gamma 他把它叫做Gamma OK 那這個所謂的表面張力不是L 他事實上是單位面積的能量 所以當你的這個膜的表面 擴張的 被你拉開的時候 那麼你必須要施力啊 對不對 因為他面積變大了以後 他的能量是增加的 或者倒過來講你的這個Gamma層上 他面積的變化就是你所做的功 不是如此嗎 OK 不是如此嗎 OK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表面張力 雖然現在已經基本上有什麼教科 是不是討論表面張力 但事實上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物理系統 那個什麼物理應該玩一玩這個 表面張力 OK 我以前奧倫比亞都不需要教一下表面張力 因為有些大學教授無聊的時候 就會想一想表面張力的問題 OK OK Anyway 那你們需要唯一要知道的 一點點知道的就是這個 在表面張力的情況之下 他的W就等於他的表面張力 在表面張的時候做功 那他的方程式 其實就跟P層上db是英文一樣的 因為W就等於Gamma層上db OK 好 所以先跳到最後一頁 以免大家太confused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就告訴你說 我們在氣體裡面所知道的P跟V 公等於P層上db 其實有他的夥伴的人 因為對於一條彈滑或者是有彈力的線 他的公就是F層上dl F就對應到pL就對應到b 而一個表面張力 他的Gamma表面張力就對應到p 他的面積就對應到b 那他所做的公就是Gamma層上dl OK 而且不只如此 還有其他的跟電有關的系統 比如說這個電池 那電池呢 如果我還沒讀完 這到底是 我已經忘了 太久以前學了 所以Apps E應該是他的電位X Z應該好像是他的電荷 對 電荷 所以你的這個E乘上電荷的量 變一片變化 那就是他的公一樣的道理 那詞也是如此 不過這個比較稍微難一點 你就在這邊多說 但你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 在所有的這些物理系統以後 其實都有跟剛剛的p跟p對應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學一次是用一輩子啦 OK 所以你大概離開二年級的熱力學了以後 就不會再跟氣體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保證你跟這個電池稍微有關係 台積電又要在日本蓋廠 OK 他們需要的非常非常多 半導體或者是所有的科技業 通常他們處理的東西都是材料 都是跟材料有關係 跟電有關係 所以像剛剛講的這個電的熱物理學 其實就會跟你以後要碰到的這個半導體啊 材料啊這些東西 如果有志要走向科技界的話 所以熱力學 我一直跟你講說熱力學對你來講 其實是還滿重要的 原因就是因為如此 OK 力學你這不用管了 二年級能夠混得過就行了 最好是混得情境高一點 但是熱物理學說是跟著你這一輩子的老實講 好 OK 這個是一點小小二大最後 那所以這個熱力學的第一定律 所以在氣體的情況就是它的內能變化 就等於Q減掉W 而W就可以寫成P乘上DD 你在二年級學力學的時候 這第一個式子就會是你整個開始討論的一個起點 保持這個起點 OK 那因為它有兩個熱坐標 上次有同學問了 因為它有兩個熱坐標的關係 所以它的上面很多物理學都必須要用偏微分來處理 一個函數的偏微分 因為有兩個函數嘛 對不起 有兩個變數嘛 你們應該交到偏微分了嗎 還沒 還沒 好 那也就沒關係 我們就下學期再說 那就下學期再說 那但是呢 先有一個概念 當你有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時候 比如說Fx 那它的微分就是F對x做微分 那當然 那如果你有兩個變數怎麼辦呢 答案就是叫做偏微分 那這裡顯然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這個我們等到下學期 我們的課會稍微給你一點點入門 會稍微給你一點入門 那你的微積分課說不定也應該會cover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偏微分就變成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數學 非常非常重要的數學 好 OK 所以熱力學的第一定律 那我的投影片的最後面就是有關於偏微分的介紹 所以如果想要提前部署的話 知道我忘了帶你的書 很忘記 好 那總之 太慢也忘記 好 總之 然後所以呢 總之 原來言之 原來總之 就是 如果你要提前部署的話 就可以先看一下後面的這個投影片的部分 好 OK 那我們課堂上是沒有機會講到的 有時間不夠 要等到下學期再說 好 所以那其他的所有的這些系統 表面啊 那個彈簧啊等等等等 其實你可以明顯看出來 他的熱力學的一定律 都跟剛剛講的系統各種的類似 所以我以前曾經出過一個奧林地亞的題目呢 就是你乾脆就來討論 乾脆就用這個跟 我就把一題那個氣體的問題呢 把它直接翻譯成彈簧 那彈簧大家都會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就直接把一個氣體的這個問題 什麼叫氣體的問題 等一下你就會看得到 把一個氣體的問題呢 把它照章把它翻譯成一個彈簧的問題 那因為你實在是東西都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嘛 那我給你一點點的提示 你可能就可以寫得出來 好 有機會再給大家看的 好 Anyway 所以呢 這只是在一個開端 告訴大家說這個氣體的熱力理學 並不是只有氣體才成立 你所學到的東西可以用一輩子 我可以只是如此 不要小看著熱力學這種事情 你想說哎呀 我什麼時候會碰到氣體 所以我又不是要去坐熱氣球 對不對 好 你確定不會是要坐熱氣球 但肯定是要做一點點有跟固體才要有關的東西 好 那時間的關係這也跳過去了 這個廢話講太多了 因為這部分太簡單了 所以我讓你自己讀 看多影片就好 這一個頁就是告訴你這個 在歷史上面呢 人類能夠找到這個PB等NRT的狀態方程式 是花很長的心繫 對不起 我應該先倒過來 好 那上禮拜我們在講到 從這個地方講起 上禮拜講到這邊停下來 就是所謂的這個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它的這個狀態方程式 給出了你的溫度跟PB之間的關係 我們說熱力學的第一定律在哪裡 熱力學的 是告訴你 你要去找溫度的這個函數 OK 熱力學第一定律是告訴你 你要去找內免的這個函數 因此對於理想氣體來說 它的這個溫度呢 它是PB除以NR 這當然是實驗的結果 OK 但是呢 因為它的這個方程式實在是太簡單了 因此呢 我們就把這樣的氣體 叫做理想氣體 理想氣體 OK 理想氣體聽起來好像是一個 只有理想中會達到 但是事實上不是 理想氣體是因為我們在自然界之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氣體 都非常非常的簡單 因此呢 把它叫做真不容易呢 好像是一個理想性的東西 但是請記得理想氣體在自然界之中 幾乎大部分的氣體都是在應該說在我們日常生活 我不要跟你講自然界 在日常生活之中 其實大部分的氣體都滿足這樣子的這個狀態方程式 OK 所以我的考試也幾乎都是如此 至少在我們一年級的考試 你到二年級了以後呢 這個方程式就會開始有一些改變 因為畢竟在自然界還是有很多的這個氣體 它事實上是不滿足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就是非理想氣體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投影影片上面 已經出現過很多次的這張目標 如果你仔細看它事實上就是CH4H2 那不管它是什麼 它就是那個冷媒 冷氣劑裡面用的那個冷媒 OK 那會列出這個表 就顯然它並不滿足理想氣體發生式 OK 所以在日常生活之中 事實上即使是在一般的這個常溫底下 還是有很多東西是不滿足理想氣體發生式的 OK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因為有太多滿足了 有太多滿足了 所以在我們的考試裡頭 而且太簡單了 最重是太簡單了 它的T直接就是等於TB除以N OK 那它這樣子簡單的這個結果呢 會有什麼樣子的後果 會得到什麼樣子有趣的一些結論 等一下就一一看到 一一看到 但是請先記得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理想氣體的狀態方程式 狀態方程式就是溫度跟坐標的關係 熱坐標的關係 所以T等於TB除以N 好 那它怎麼在實驗上得到 當然是有很多意義史上的故事 有興趣看一下通影片或找一下Wiki都可以看得到 時間的關係不多說 跟我們關係比較小 另外一個上禮拜有介紹的內能 這是交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 但是我還是直接調到結果 最後的結果就是內能它可以非常非常簡單的寫成了一個溫度的函數 照理講 這個內能應該是P跟V的函數 我說過一個熱坐標對應到一個狀態 一個狀態對應到一個內能 所以內能應該是P跟V的函數是當然的事情 可是理想氣體就是實在是太理想 理想到真的是太高興了 對 叫理想氣體 太理想了 但是理想氣體它的這個本來應該是兩個函數來決定的一個內能 現在竟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這個變數 或者一個簡單的熱坐標就是溫度 當然溫度就是由PV來決定的 從這個方式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事實上你也可以把這個內能的寫成N乘上CV乘上PV 你如果高興這樣寫也行 但是我們一般為了要強調它跟溫度之間的關係 因為寫成E等於N乘上CV乘上T 就讓它跟固體變得非常非常的類似 在固體的情況之下 它的內能就是一個溫度的函數 所以理想就理想在這裡 但是請你一定要記得 原則上內能還是可能跟兩個以上的熱坐標的關係 我就不要再跑一次 就剛剛那張錶又再一次秀給大家看 不是理想氣體的話 內能就不會是有這麼簡單的一個結果 你可能要列表啊什麼什麼等等 到二年級搞死你啊 你知道二年級的時候單單搞那些片尾分 真的會很煩 會很煩 不過下一次再說 至少過了一個年再說 好 所以內能在我們大一譜物裡頭 它的方向是非常簡單 N乘上CV乘上T 那這個結果你就要背 CV在常溫底下 它事實上是一個常數 是一樣的常數 我大概就會考單原子分子跟雙原子分子 這當然是實驗的結果 這個當然到現在為止還並沒有任何的證據告訴你說 為什麼它們是常數 為什麼它們是3分、5分、3倍的R 我說我們在一年級的時候做的是聚觀的這個物理學 聚觀的熱物理學 聚觀的熱物理學呢 事實上它的內能的這個定容比熱是多少 CV是多少 事實上是實驗來設定的 OK 它沒有任何的解釋 因為你既然沒有辦法把它拆開來看它的這個細部 你就沒有辦法解釋它為什麼剛好是這樣子的一個2分之3倍的R 就像你不能問我說水的比熱為什麼是1點多卡 沒有什麼原因啦 但是這樣啊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問我說你的身分證字號為什麼是N1203 我不是告訴你 不 身分證字號是有道理的 OK 你如果進去那個內證部的這個附證系統 你可能就知道N是彰化或是彰化人等等等等這些 細節 OK 你要知道細節 那你就可以解釋為什麼 在這裡呢 因為是聚觀 你並不知道它的細節 你並不知道它的細節 所以在實驗上面呢 我們就是只能單純的由實驗來決定 CV 如果是單原子分子的話 那當然那真的是實驗的結果 所以列出這個表就是要告訴你說真的是如此 不是我老師在黑板上隨便講 真的看起來呢 比如說這裡氦跟氧就得到降級的結果 那如果是雙原子分子的話 它是N5倍的R 上禮拜忘了在這邊又教了又跳 來告訴大家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為什麼 你請一定要記得 H2跟氧 用H2跟氮跟N2來做粒子最好 因為兩個的性質 南原北側 大家都知道氫 氫 你看過氫嗎 為什麼你周圍不能看到氫 哇 一看到它就燒起來了 氫非常非常有燃燒 這大家有多曉得嘛 對不對 氫一碰到氧 立刻就變成水 就是這樣 這我少數的化學姿勢 但是氮呢 如果騎開車的同學就知道 氮有些時候 你的摩托車的輪胎裡 不是摩托車 摩托車大概很少幹這樣的事 汽車 那個輪胎 一般是打空氣進去 但是比較講究的人會打氮氣 為什麼 比較穩定 氮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穩定的東西 所以為了要求你們這個開到200公里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輪胎也不會變形 你的氮 事實上 因為打裡面是打氮氣 打氮氣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氮氣跟氫氣兩個的化學性質 或者是說簡單講就是它的性質 南原北側 但你有沒有發現它的PCB 根本就是完全一模一樣 20.42 20.76 這是偶然的嗎 我們宇宙沒有偶然這回事 至少物理學家是這樣相信的 OK 宇宙沒有偶然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看到兩個剛好性質差別這麼大的 它的CP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字 它代表有非常非常偉大的一個物理的精神在裡頭 OK 這當然就是我們到下一個起步 那簡單先告訴大家結論 結論其實就是你們已經學過的氣體動力論 當你把這個東西把它拆開來了以後 沒想到不管你是氮氣 不管你是氫氣 它看起來都像一顆球 OK 球就是球在裡頭 飛來飛去 這當然就是氣體動力論 精神 就是說對於氣體 影響氣體來說 這個氣體分子跟氣體分子 應該說氫分子跟氫分子 氧分子跟氫分子 彼此的交互作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唯一重要的就是它存在一個像球一樣的東西 然後飛來飛去 那如果只是一個球飛來飛去 你是藍色的球跟綠色的球有差別嗎 打仗球的同學知道 如果只是一個紅色的球 綠色的球 得分當然有差啦 但是就他們的物理性質來講 咚咚 你是一個綠色的球會不會進去 會進去的話 藍色的球也會進去啦 所以跟你的顏色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這裡一樣是如此 這一些氣體分子 因為他們的化學性質 跟這個氣體的性質完全無關 應該說清楚一點 跟它的這個C完全沒有關係 因此他們看起來都像一個球 所以在裡面飛來飛去 所以你只要記得這件事情 球在裡面飛來飛去 你就可以推倒出來的結果 這個就稱之為氣體動力論 怎麼推倒 下學期的事情 所以先跟大家超前部署 但是這就是所謂的氣體動力論 再一次 你只要假設這些氣體分子 都像是一顆一顆的球 完全不在乎他們的這個心情 跟他們的這個化學性質 完全都不用在乎 只要看成是一個單純的球 那就可以推倒出2分之5K的R 沒問題 這是跟那個均分力的關係 對 如果更加超前部署 這就稱之為能量均分力 OK 好 既然有人提了 我們就得要說了 不能只有他知道 其實能量均分力 因為能量均分力很簡單 怎麼推倒是超難 但是呢 結論太簡單了 先講 但是下學期不會跑 能量均分力就是說 當你在溫度T的時候 你會問說 欸 那圍觀來說呢 圍觀 圍觀 什麼叫做溫度 溫度 你說圍觀 壓力我會嘛 對不對 在高中的時候都推倒過那個什麼 氣體在那邊球 撞來撞去 那個圖有沒有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做圍觀的壓力 但是什麼叫圍觀的溫度呢 欸 這下就慘了 什麼叫圍觀的 因為溫度 好像沒有太清楚的一個概念 這就是我們下學期一開始要跟大家介紹的 什麼叫做溫度的圍觀概念 圍觀意義是什麼 好 結論導致很簡單 中間推倒的過程超難 但是結論非常簡單 什麼叫做溫度 圍觀的來說 溫度呢 就是每一個可以得到能量的 都要發2分之KT的能量 2分之KT的能量 只要你有銀行帳號存在的 政府就發給你1000塊錢 不用想啦 別想啦 但是美國有 意思就是說你只要有銀行帳號的 你只要錢進得去的 沒有帳號的當然不算 比如說氣體分子呢 如果是降轉的話 旋轉的時候呢 每一個旋轉都會有2分之1的KT 但是有一個旋轉是不會有任何的能量進去的 這帳號被關掉了 所以比如說這個氣體分子如果是降轉的 這個帳號 因為沒有能量嘛 因為降轉不可能有能量嘛 轉動光量不夠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的2分之KT就進不去 但是除此之外 所有只要你能夠放能量進去的 它當你當溫度達到T的時候 大T的T的時候 那麼它的能量就必需要是2分之1的KT 強迫的 OK 你們就說我不要 我捐出去 不行 沒有捐出去這回事 你非得要2分之1KT不可 所以呢 這個氣體分子 如果是那個沒有任何的 那是單原子分子的話 那麼它有3個帳號 往前面跑 往上面跑 往左邊跑 總共3個帳號 2分之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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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分之3倍的KT 所以它就對應到這個2分之3倍的R 好 因為呢 這是一模二 所以你再乘上一個雅伯家別數 6乘12 3的8次方 K乘上6乘12 3的8次方 6乘10 K乘上6乘10的23次方 就是這個大R 要影響氣體的常數 OK 那雙原子呢 雙原子它有兩個 這樣子旋轉 或者這樣旋轉 這樣旋轉沒有啊 這個帳號被關掉了 所以這個旋轉 這個旋轉 2分之5倍 那你說如果我不轉 我就是不想要轉 會怎樣 答案就是 佩玲 你不能不轉 因為你這個氣體分子 撞到別的氣體分子的時候 咚 會怎樣 就轉 沒錯 很好啊 那個直恨你直覺嘛 對不對 咚 不要忘記了 熱的能量交換 就是混亂的能量交換 當然是下學期的這個主題 熱的能量交換是混亂的能量交換 我從一個方向推 這叫做做工 有秩序的能量交換 熱一定是沒有秩序的能量交換 所以呢 沒有秩序的能量交換 氣體分子在裡面 這樣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你本來說我就是很堅固 到了這個跨年的會場 我就是不想動 遵守規則 可能嗎 不可能 今年可能啦 你想去年的情景 如果你就擠著你到處動啊 如果擠著你到處動啊 你搞不好還在這邊 還在那邊轉 也不一定 OK 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 雙原子分子 只要它跟別人會碰來碰去 撞來撞去 弄來弄去 結果它就開始轉了 OK 轉到多種 特別級別的KT 在能量區分原理 這就是所謂的能量區分原理 所以這個T就是溫度的圍觀意義 就是圍觀意義 由能量區分原理來得到的 所以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呢 就是什麼叫做圍觀的能量 就是每一個自由度 它所要得到的能量有多少 就是它的溫度 當然它乘上2除以K啦 但是基本上是乘真的 你看起來很疑惑的樣子 可以齁 但是墨爾通常就不說 就通常就不說 好 就是N乘上CV乘上T OK 那上禮拜呢 我們事實上已經開始跟大家推導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在這樣子的這個 理想氣體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得到什麼 意外的結論 好 理想意外的結論 答案就是理想氣體 你告訴我這兩件事情 你什麼都可以算得出來啊 這就是整個熱意學最重要的精神 你告訴我這兩件事情 再一次告訴我的溫度 告訴我它的Name 我什麼時候可以算得出來 好 什麼時候可以算得出來 所以上禮拜呢 我們已經開始算這個定壓狀態的這個吸放熱 OK 由此得出這個定壓比熱 今天只要很快的再秀給大家看一次就好了 因為這個推導 如果你剛剛有聽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簡直太簡單了 因為呢 如果是定壓比熱的 定壓的狀態之下 應該說定壓的過程 定壓過程畫在這裡 那它的Q等於ΔH 這句話不知道的 趕快回去看兩三頁之前的同影片 那H就叫做韓 它的定義就是內能再加上P乘上V 好 講到這裡 就已經吹倒完了 因為呢 內能就是N乘上CV乘上T 帶進去就好 PV呢 PV等於N乘上R乘上T 撞完了 原來 這整個的括號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跟溫度乘正義的 而且前面都是常數 所以常數就趕快比出來吧 所以唯一會變的就是ΔT 因此你就得到Q等於N乘上CV加R乘上G 什麼意思 你如果是Q 是在定壓比熱之下 Q呢 是在定壓的狀態之下 那麼N乘上中間的這個常數呢 我們就稱之為CP不是嗎 定壓比熱嘛 OK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推導 就把CP跟CV加R 把它聯繫在一起 OK 所以如果CP是一個常數 CP也是一個常數 就是這樣推導出來 上禮拜已經秀給大家看 這個你背CP就好了啦 因為這個事實實在太簡單 加一個R還不會加嘛 所以CP 對對對 那可是實驗結果果然是完全有偉核 你要想喔 這個是一個是物理的事實 這是物理的事實 而現在你竟然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竟然知道為什麼 OK 表面上你看不出來為什麼CP 要等於CP加R 現在你知道了 因為它是理想器器 所以T等於P一群 內能等於N乘上P 有了這兩個結果了以後 蹦 就自己合適了 這個是不是你第一次 覺得物理非常非常厲害 好 那這個呢 我們第二個可以做預測 定溫的吸放熱 這個等一下我們講到引擎 今天可能來不及了 定溫下的這個吸放熱 會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有用 定溫過程 這當然理想器體的定溫過程 這不用我多說 大概在高中的時候都學過了 因為T如果是PV等NRT的話 那麼T就是一個常數 那T如果是一個常數 P跟V的關係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雙曲線 就是這樣一個雙曲線 這應該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我常常畫一大堆的等溫線 就是這樣子的道理 OK 好 所以如果是定溫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結論 如果是定溫 表示你溫度不變 溫度不變 內能就不變 可以嗎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結果 這只有理想氣體才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理想氣體 你溫度固定的話 氣體它的內能也會變的 但是呢 如果是理想氣體 這是理想氣體的再一次 最特別的一個性質 當你的溫度不變的時候呢 你的內能就不變 如果你的內能都不變 那表示你的銀行帳戶沒有增加 而且表示你花掉的就是你生 就是你爸爸媽媽給你的嘛 爸爸媽媽給你多少 一個月兩萬塊 你就花兩萬塊 OK 所以Q就等於W 你吸收進來的熱量 就必須要原原本本的做工做調 要不然你的溫度要升高喔 要不然你的溫度就要升高 你吸熱進來溫度一定要升高 除非你對外界做工 花完 把錢給花光光 不留一點點 所以你的這個 銀行的balance 就不會增加 好 所以Q就等於W 那W我會算啦 老實說過W我會算啦 兩個算法當然 下面這個面積 這不叫做算 你只是有一個幾何的概念 好 那所以呢 W在定位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定位之下的這個吸熱 我就可以用P對V的這個積分 來做P對V的積分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在上次 講到這個公式的時候 曾經說過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P是照理講呢 跟V是兩個獨立的 這個變數 儒利的變數 對不對 兩個獨立的熱作標 就像X跟Y一樣 所以你要說P要對V積分 一定是P本身已經寫成了一個V的函數 要不然沒有什麼 激不激的啦 激什麼 Y對X什麼積分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一個定溫過程 所以呢 P事實上等於V分是NRT 而這裡的這個T是一個常數 懂意思嗎 P等於NRT除以V 是永遠都對 但是如果你不是定溫的話 這個T呢 就會是一個V的很複雜的一個函數 那你怎麼擠 不會擠啊 OK 但是因為T是一個常數 所以P就等於V分之1 這個函數 所以你唯一要做的人 就是計V分之1就好了 OK 這就是定溫的過程的 吸熱很好算的一個原因 很好算的一個原因 因為溫度不定 來 最後 再把它仔細講清楚 所以呢 P等於NRT除以V 那NRT因為是一個常數 所以可以提到外頭來 這一點很重要 講過三次了 所以NRT是一個常數 V分之1的積分 往年到這裡我都還要介紹一下 X分之1整個G 那幾分你現在應該都會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會跳過去 這幾個就省下來了 所以呢 V分之1的積分就是LogV 因此這個積分就變成NRT LogV在VF跟VI之間取值 那VF跟VI取值就是LogVF 減掉LogVI算了 所以這個公式呢 NRT乘上LogVF除以VI 理想氣體在定溫之下 所失手的能量 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怎麼樣 或者是說是不是很厲害 好像每一個物理系的同學都要會吧 所以請記得 理想氣體定溫下的吸熱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NRT乘上LogVF除以VI 特別是你在以後學熱物理學 或者是學統計的時候 類似的式子會常常出現 所以趁這個時候把它當成朋友 但是從物理的角度來講 這個式其實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再一次的顯示了氣體跟固體 非常非常大的性質的不同 因為你記得在固體的情況之下 如果它吸熱 那麼它的溫度一定要變 老實說過 除非你是做相變 如果你沒有做相變的情況之下 你吸熱溫度就要變化 或者倒過來講 你溫度變化就要吸熱等等等等 但是呢氣體 因為它有兩個帳號啦 難怪喔 不奇怪老爸一直給你錢 一直給你錢 奇怪你的帳號怎麼都沒有增加 喔花掉了啦 你可能就是有花掉 另外一個圖竟然把這個錢給消耗掉 這個在這裡是很明顯的一個人生的道理 花不要花太多 如果你的Q跟W一樣的時候 你存不了錢的 好 所以我這裡寫了 和固體跟液體非常不同的是 氣體在溫度不變的情況之下 也可以吸熱而不向變 它也可以吸熱 這個固體是做不到的 固體只要你吸熱不向變的話 那麼它一定就會溫度升高 但是如果是固體 你所吸收的熱量可以轉化成功 把熱轉化成功就叫做引擎 大概在20分鐘以後就做我們的決定 引擎 把熱轉換成功 好 最後今天第一節課最重要的一個 也是我覺得今天最重要的一個 決熱過程 為什麼這個宗教剛剛也講過 我就不再重複了 所以直接進入怎麼樣子來推導決熱過程 決熱過程呢 英文很難念 Adiabetic 這個本來是希臘文 但是我說過的什麼Irochronic 什麼那些都後來都沒有留 沒有人真的記得 但是Adiabetic 倒是每一個物理系的同學都應該要會 因為到二年級的時候 Adiabetic 就會變成是你的教科書上面會寫出來的 所以定容它會叫 constant volume 那個定壓會叫 constant pressure 但是Adiabetic 就是Adiabetic 所以你就認了嘛 決熱過程 中文叫決熱過程 考試的時候我會寫英文 但是我會把這中文寫下來 到二年級老師就不會對你這麼好了 所以Adiabetic 好 現在如果是Adiabetic是什麼意思呢 兩種 一種就是你整個過程是決熱的 像這個右邊的這個圖 下面本來是有火爐的對不對 下面也是一個決熱 所以整個來說 這個氣體在膨脹的過程 在壓縮的過程它就是決熱 就這樣 太簡單了 太容易想像 但是自然界還是有一些現象 即使不是像你想像那麼決熱 比如說最有名的就是那個開那個 開那個叫什麼 開啤酒香檳 或者是你們現在大家很少喝那種 那種罐裝的可樂 砰 然後上面的那個煙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可樂就是裡面有很多氣 砰 那一瞬間那個氣就湧出來 湧出來的過程之中 它突然之間跑到外面來 所以壓力突然之間釋放 OK 所以它突然對外界做工 所以內能急劇下降 等等等等 它噴出來的時候不是別人可以給它熱量嗎 太快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過程發生的太快 即使沒有絕熱的物質也會是絕熱的 這句話也聽懂 所以你發生的如果太快的話 來不及做熱的傳導 它就可以變成絕熱了 這是為什麼絕熱在自然界中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好 絕熱 顧名思義 絕熱 絕熱那就是Q等於0 所以這剛好跟我們剛剛講的完全倒過來 剛剛我們就講說我知道一個過程 然後我又要你算Q 對不對 現在來是Q等於0 欸 還算什麼 我給我回家了 沒有沒有沒有 Q等於0是條件 那推導什麼 說P跟V的關係 跟剛剛好倒過來 剛剛是你告訴我它的P跟V的關係 比如說定容 比如說定壓等等 我算出Q 再倒過來呢 我知道Q啦 這條件啦 知道有什麼了不起 條件啦 所以倒過來 我要問P跟V的關係是什麼 OK 好 先把它的柿子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還有感覺什麼叫做定容 這條線就叫做定容線 就叫定容線 相對來講 這一些黃色的線就所謂的定壓 定溫線 就所謂的定溫線 所以這一個在定壓的膨脹的過程之中 它的壓力事實上會降得比一般的定溫線要來得快 這個就是所謂的絕熱過程 所以你要倒出來的就是這一條線 P跟V的關係 這樣目標我清楚了 好 目標我清楚了 OK 好 這個推導總共兩頁 我個人覺得是整個的這個潤力推導裡面 不敢說最漂亮 但是你只要學會你就當大人 你就變成PRO 就變成職業了 對不對 就變成職業 所以花10分鐘的時間回家把它看清楚 就算我在黑板上講得不清不楚的 回家你都不能把它看清楚 你就變成是長大了 就是PRO 來 所以現在你一定要記得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找到P跟V的條件 我錯了 怎麼講一次 你要找的是P跟V的關係 P跟V的關係 那現在我知道我的條件是Q等於0 Q等於這個條件你當然立刻就聯想到 如果Q等於0的話 你的內能就等於負招0 當然 對不對 可以齁 因為內能的變化等於Q減到W Q沒有 內能的變化就等於負招W 所以我的策略呢 就是我有辦法把這個式子的左邊跟右邊 都寫成壓力的變化跟體積的變化 有道理啊 因為W呢 我立刻就已經會寫了 因為我的右手邊就是P乘上掉到V 所以我的左手邊也可以寫成壓力的變化 體積的變化 壓力 體積這些東西 我如果要翻譯成它們的話 那我就得到一個體積跟壓力的關係的字 好 這就是我的策略 答不答得到不知道 當然一定答得到了 但是這是我的策略 所以我把我的條件改寫成內能變化等於負招W 然後我把這個條件呢 左手邊跟右手邊 同時用壓力跟體積的變化來描述 這是我的策略 W立刻就知道了 W就是等於P乘上ΔT 那內能變化呢 太簡單了 內能變化呢 就是N乘上CV乘上ΔT 來再一次 所以理想氣體的內能的公式 從這裡帶進來了 OK 所以N乘上CV乘上ΔT 從這一刻 你知道我們是在處理理想氣體 條件就從這裡塞過去 好 那ΔT我可以寫成壓力的變化跟體積的變化嗎 我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知道壓力溫度就是PE除在Nr 所以第二個 狀態方程式從這邊塞進去 我明年應該投影片在這邊加一個 塞進去了這個內能的公式 塞進去了這個狀態方程式的公式 OK 所以兩個都用上了 兩個都用上了 好 所以內能溫度就等於PE除以Nr 所以R在這裡N跟N消掉 所以CV除以RΔPV 那ΔPV的變化 PV的變化 就等於PE乘上ΔV的變化 加上V乘上ΔP的變化 這有沒有問題 有人竟然搖頭表示很好 這裡看得懂這個式子 照理講應該還有一個ΔV乘上ΔP 但是我說過ΔV乘上ΔP有兩個Δ 那永遠比一個Δ的要來的小 可以齁 好 所以ΔPV就可以寫成P乘上V的變化 加上V乘上P的變化 Bingo 所以我的左手邊也可以寫成ΔV跟ΔP的表示式 右手邊也是ΔV跟ΔP的表示式 砰 我就把它寫下來 左手邊跟右手邊 這個等式就是它的壓力變化跟體積變化 必須要滿足的方程式 OK 可以嗎 idea是這樣 有問題趕快做喔 在我往下解之前 當然啦 這我應該說清楚一點 我考慮的是一個無限小的決熱過程 無限小才會有ΔV、ΔP這樣的事情 下一頁我就會把它變成是 把無限小的過程把它累積成一個有限過程 我下一頁再說 到了這裡我的式子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當然細心的同學就會發現 左手邊跟右手邊根本是一模一樣的 很類似的東西所組成的 P乘上ΔV、V乘上ΔP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一下 把所有的P乘上ΔV移到左邊 把V乘上ΔP移到右邊 我就知道下面的這個式子 所以CV除以R加1乘上P乘上ΔV 就等於這第二項移到右邊去 負的CV除以R V乘上ΔP 好 最後數學的技巧 就是你把左手邊跟右手邊 分別把這個V移到左手邊來 P移到右手邊去 這樣做就是左手邊只有V 右手邊只有P 兩個就分開了 我兩個就分開了 所有跟V有關的變成在左邊 所有跟P有關的都變成在右邊 剩下的就是常數而已 常數呢 R跟R消掉 O等等 CV加上R 因為這R如果通分了以後 就變成CV加上R CV加上R CV加上R CP啊 所以左手邊是CP 右手邊是CD 所以除過來CP除以CE Bingo 所以我就得到了ΔV 跟ΔP的關係式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每一個小段的絕熱過程 它的溫度的壓力的變化 跟它的體積的變化 必須要滿足夠 這麼簡單的一個關係 當然這麼簡單的關係也沒太簡單 所以你還覺得這不夠 因為畢竟我們所討論的過程應該是一個有限的過程 不會是一個無限小的過程 無限小的過程有什麼用對不對 應該是一個有限的過程 但是不要忘記了 有限的過程就是無限小的過程把它加在一塊 對不對 所以我的直覺 當然就是左手邊跟右手邊 全部都加在一起 因為ΔV ΔP 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 左手邊是ΔP的變化 右手邊是ΔV的變化 但是我可以把左手邊呢 每一小段的這個東西 跟右手邊的一樣的東西 把它沿著這個有限的過程把它加起來 加完了以後 左手邊還是要相當啊 數學 這還是數學 這沒有什麼太了不起的事情 OK 好 可是我寫成這樣 你就立刻認出來怎麼算了 因為這就是積分啊 看一次ΔV除以Vi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當然啦 我這應該如果再寫一個limit 就感覺更像 因為你要算的是無限小 每一段要貼千層無限小 段數要變成無限多 等等 忘了放哪 變十 所以呢 你左手邊的這個式子就變成是一個積分 就變成是一個積分 可以嗎 趁我在裝電的時候 稍微 你們趕快想一下 有沒有問題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個積分 啊 積分你會算啊 對不對 從上一頁你就是會算 這個V分之一的積分是怎麼算的 OK 所以算完了以後 左手邊就變成Log V 右手邊就變成Log P 所以 CP除以CV Log V 就等於負的Log P 那因為 CP除以CV實在太難寫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CP除以CV是什麼 如果是單原子分子 就是5分之5除以5分之5除以2分之3 如果是雙原子分子就是7分之2分之5 要給它一個名字嘛 OK 各位 第一次見面 Gamma 你們是不是在實驗中說問過了Gamma 或者化學有用過 不過anyway 總之這個值就被叫做Gamma 它是一種氣體 它特別的一個強述 好 Gamma就是CP除以CV 我們就這樣子來定義 那麼左手邊就很容易可以寫成 Gamma Log V 減掉Log Vi 等於負的Log P 減掉Log P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已經快要倒完了 接下來只是單純的數學 物理有沒有問題 最後 既然沒有問題 那麼左手邊Gamma 兩個相減就是Log VF除以VI 右手邊就是負的Log PF除以Log PI 我把這個負號把它擺到裡頭來 就變成Log的PI除以Log除以PF 那這個Gamma我也可以把它拿到裡頭來 就變成是VF除以VI的Gamma四方 再去Log 所以Log的這個等於Log的這個 那麼當然裡面的東西就比較相等 這個就是VF跟VI 這個是PI跟PF 所以我已經知道了在一個決略過程的頭跟尾 它的壓力跟體積要滿足什麼樣的關係 上來 OK 當然 像寫沒有人看得懂你在幹嘛 所以你還是要把這個式子PF移到左邊來 VI呢把它移到右邊去 你就得到了PF VF的Gamma四方就等於PI乘上VI的Gamma四方 所以決略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各位同學你很可能考完四了以後 或者是二年級了以後中間的過程都忘記 沒有關係 最後這個式子比較記起來 決略的過程PV的Gamma四方是一個常數 很好背嘛 因為它就跟定溫非常的類似 定溫的話是什麼是一個常數 PV是一個常數 決略呢 PV的Gamma四方是一個常數 各位 第一次見面 決略過程 那Gamma是多少 你很容易就可以自己算出來 如果單原子分子它就是5分之3 如果是雙原子分子就是7分之5 多原子分子通常不太好用 不過前面兩個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正確 講完了 以前每次講到這個都非常的 大家就睡著了 現在還好一開始都還沒睡 表示功力有進步 因為決略過程很數學啦 很數學 我希望這樣你有搞懂 但是老實說你真的要記得 就是最後的這個結果就可以了 中間推倒的過程當成是一個娛樂 當成是一個休養 但是最後的結論是非常關鍵的 所有物理系的同學都應該知道 決略過程TV的Gamma四方是一個常數 而這個結果再提醒大家一次 再強調一次 再又教又教一次 它就是完全只有理想氣體的兩個性質來而來 其他都是數學 其他都是我們靠數學系的同學幫我們的 但是只有兩個地方是關鍵的 那就是在推倒的式子裡頭 再一次提醒大家 在推倒式子的其中呢 這裡我擺進去了內能跟溫度的關係 在這裡我擺進去了狀態防腦式 這是物理 數學系是沒辦法幫忙的 但除此之外都是出去 可見那兩個式子 那兩個關係是超級重要 理想氣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說 如果有那兩個函數關係 所有理想氣體的性質我都可以知道 你出這要題 我就解的要題 真的 OK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來 喘一口氣 好 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 絕熱氣體的幾個性質 我們就可以稍微休息 等一下講題目了 好 再三分鐘左右 所以絕熱的過程 PVγ次方是一個常數 所以倒過來 我背起來 PV就大致上就是PV的負γ次方 但是不要忘記γ是大於1的一個數 不管是7分之5 或者是5分之5 它都大於1 因此當體積增加的時候 壓力會降得比V分之1要來得快 因為γ大於1 為什麼要考論這個V的負1次方 因為等溫線是V的負1次方 OK 所以是這裡的黃色的線 所以你的γ如果大於1的話 表示你的絕熱線一定要降的 比這個等溫線要來得快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標準的一個情況 這個結果對你來講 可能比剛剛怎麼推倒更加重要 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你的絕熱線是降的比等溫線要來得快 這個你即使忘記了 你也可以從物理推理出來 連算都不用算 因為剛剛已經說過了 如果是往下面膨脹的話 這是體積增加 對不對 如果是體積增加 這個氣體事實上是對外界做工 那對外界做工的時候 你又絕熱 怎麼辦 這就不是剛剛訂溫的情況 爸爸一直給你錢 那就是爸爸不給你錢了 結果你一直吃 還是照吃 以前爸爸一個月給你2萬 他現在不給你錢了 你還是2萬這樣照花 會怎樣 你的內能會下降 OK 你的內能下降 溫度就下降 所以這個結果最典型的就是 等溫 絕熱膨脹的時候 你的溫度會越來越低 你看這個圖上面從700變成500變成300 再下去才得了 沒有錢 OK 還好快要寒假了 回家再跟爸爸媽媽說一下 那錢的能量是要有 OK 可以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 絕熱膨脹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這裡寫了 當絕熱膨脹的時候 因為對外界做工 所以內能下降 因為沒有熱量的補充 那所以你的溫度下降 絕熱壓縮倒過來 絕熱壓縮就是這樣子回過來 如果絕熱壓縮就是這樣子回過來 我不要再講一次 但是它溫度會上升 很容易理解 因為壓縮的時候 外界對你做工 可是你又沒有把熱散發出去 那是它溫度上升 對不對 那這兩件事情又可以把它寫成一個方程式 以前我這個都不講 但是我發現這很有用 因為你看嘛 PV的γ字方是一個常數 也就是我把這個式子再拿過來 PVγ字方等於PIVI的γ字方 那麼我可以把這個VF把它拆成兩半 VF跟VF的γ-1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子的話 P跟V合起來就是Ti OK 所以我就得到了一個 在絕熱過程之中 溫度跟體積的關係 這什麼問題 太簡單了 我們一塊說一下 所以T就等於VF的γ-1 就等於Ti VI的γ-4 這不用背 因為它你如果背了這個以後 很容易就可以推導出來 當然你要知道有這個式子存在 讓你自己稍微推導一下 如果V是增加的話 那麼T就會下降 先讓我們看就說 好 OK 很好 所以這張圖同時把你到現在為止 所謂學過的過程 學過的過程全部畫在這張圖上面 所以如果同學要複習一下 你到底對這個氣體有沒有整體的感覺 就是你看看能不能認得出來 這裡面所有的線到底是怎麼樣的事 我不用我多說 當然都有寫啦 但是你自己看一下 包括等溫線 包括定壓 定容 絕熱 全部都畫在這張圖上面 好 我要自己看 最後 最近有沒有覺得我們台北市非常非常的沉悶 有沒有住內湖的同學 內湖南港都可以 喔 我住東 汐止更慘 這個汐止東湖南港 內湖幾乎天天下雨 你不要以為在那邊下雨 我明明就在下雨 我住東 那為什麼會這樣一直下雨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絕熱膨脹 絕熱膨脹 因為這一個月 幾乎台灣都是吹東北風 你去看那個weather channel就知道 台灣都是吹東北風 所以如果台灣吹東北風的話 來給一個台灣地圖 如果可以跟台灣地圖吹東北風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 有時候是東風一樣 東風也很長 東北風或者是東風吹過來的時候 這個風先撞到台灣的山 才進到台北平地裡面 所以撞到台北山的時候 這個風快速的衝上來 衝上來了以後 他往山上衝上去 剛剛所謂的山就是這邊的這個山 我們先以內湖來說 內湖東湖來說就在這裡 所以要衝上去的這個山 因為風太快 所以衝上去的時候 絕熱膨脹 絕熱膨脹 所以絕熱膨脹了以後 他溫度下降 溫度下降 因為這個都是從海邊來的這個雲 所以那些雲或者來的風 就是富含風量的水氣 所以溫度下降以後就凝結成水 全部都下下來了 所以各位內湖的鄉親朋友們 再忍一個月吧 再忍兩個月 再忍三個月 到時候我們就沒有失業 到時候就不吹東湖 開始吹西風了 有沒有住在板橋的 我媽媽住板橋 欸 住板橋的同學 這一個月這個爽爆了 我媽媽一點雨都沒有 有欸 有啊 不會很少啊 你沒有來內湖看過 哈哈 你沒有來內湖看過 不過等到夏天你們就知道 等台北開始吹西風的時候 好 Anyway 總之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到上面的宇宙下在後頭 所以雨下在後頭以後呢 衝過了山 往這邊下來 當然啦 會下是開始下 但是因為我們的山不夠高啦 老實講的山如果夠高的話 那就全部下在宜蘭 那就不會到內湖 那當然 好爽 但是不幸的是台灣的山 還不夠高 所以它一部分的雨 一直下一直下 就要下到我們這邊內湖 但是不會再下到台北市區 就是這樣一個道路 OK 好 所以這個雨這樣子上來 但是如果山夠高的話 從這邊上去再從這邊下來 那麼下來的過程 各位同學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絕熱 剛剛忘了仔細講 這個往上面它為什麼是絕熱膨脹 因為它的氣壓變低 因為它的氣壓變低 所以它的空氣 在氣壓變的情況下 體積就變大 所以是絕熱膨脹是這樣 剛剛你怎麼沒有問 OK 好 忘記講 這都是因為這樣子 那你從上面再壓下來了以後 它的壓力變大 所以是一個絕熱壓縮 所以溫度會變高 所以有沒有住台東的朋友 台東的朋友呢 就是你那個在颱風的時候 颱風最明顯的 颱風的時候呢 颱風是一個逆時中的颱風 所以颱風過了以後 它逆時中的風吹過中間山脈 中間山脈夠高 OK 沖過中間山脈 在降到台東或者是花蓮的時候 都會出現分風 就是這樣的原因 非常非常的乾 非常非常的乾 因為水都已經下在後面了嘛 下在那個台南 加在嘉義 等到到了台東的時候 全部是乾的 而且非常的熱 非常的慘 這樣 有些人說很舒服啦 但我是覺得有點太熱 好 溫風 所以用這種方法 你大概可以把台灣的天氣 就全搞定 就可以搞瘦了 所以你可見絕熱膨脹有多重要 最後 剛剛講都是騙你的 不是騙你的 我也是很後來參加奧林比亞的時候 才有看到這個題目 我才驚然發覺 剛剛這個推理有一個最大的漏洞 那就是你這樣子上去呢 如果溫度變高 這樣下來溫度變低 那不是這兩個溫度應該一樣嗎 乾脂瘦 乾脂瘦 蛤 您覺得那個淺熱的溫度 對對對 非常好 所以有人有稍微有點感覺 再一次我都說漏洞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是絕熱膨脹 在這邊是絕熱下縮 所以照理講 這邊跟這邊溫度應該是一樣才對 也就是說應該沒有粉風才對 因為粉風那邊的這個溫度 應該跟衝上去的地方的溫度是一樣的 再一次絕熱膨脹 絕熱牙孫 回到同樣的溫度 差別就在剛剛組的同學所猜到的空間有效 所以有一年他會把一部分的熱量給帶走 所以有一年這個奧利比亞在漢城的這個題目 就仔仔細細的把這個東西算清楚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一下這個題目 很簡單 這個計算的方法都非常的簡單 所以如果你真的缺少娛樂的話 這實際上是個很好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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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獨物嘛 總之呢他就是往上 往下 你如果把中間的這個 那個下影也考慮進去 你才會得到分風這件事情 Otherwise 上去下來應該是一個對稱的結果才對 所以這我有一次 那時間的關係這我就不再多講 但是呢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題目 連解都在裡面 你看那解太簡單了 看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取消的時候看一下吧 談假的時候 好 我們稍微休息個五分鐘 很抱歉今天只能休息五分鐘 回來我就要開始講一大堆的例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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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